韩国从11日开始预售农历新年期间的列车票 韩国铁道公社当天90开始通过网络和电话 进行为期三天的春节列车票预售 韩国铁道公社当天首先以不熟悉或不方便使用网络的 弱势群体为对象进行车票预售 老人或残疾人可按先后顺序通过电话 最多预定三张单程或六张往返票后 在火车站领取车票 韩国铁道公社12日销售京府 庆泉 东海 大丘 中北 中部内陆 庆北线车票 13日销售湖南 全罗 江陵 长相 中央 太白 领东 京春线车票 一人最多可购买四张单程票或八张往返票 为防止新冠疫情蔓延 韩国铁道公社今年也只预售列车靠窗座位的车票 不销售站席 并将在政府确定春节防疫对策以后 再决定是否销售列车内靠通道一侧座位的车票 农历新年列车票可在韩国铁道公社官网 或通过热线电话1544 8545购买 水溪高铁运营公司S2将于本月18日至20日 在网上销售农历新年列车票